区块,我们来谈区块 所谓的区块就是某一个区间的区域 比方说段落,我们可以是区块 文字的部分也可以是一个区块 区块的设定,像这个图文框 我们只是这样做设定,很可能看不出它效果 可以怎么做设定?格式里面 点选区块 或者你在图文框里面 有属性 再变区域 你可以选择做一些色彩的填充 像说我涂一些金黄绿 这样可以凸写你的文字的内容 或者我这个段落 你在格式里面 在 这一个段落里面 我在这个段落你可以选择区域里面 也可以选择色彩 我们这次用渐层 淡淡的渐层 确定 这一个段落它就会变成一个淡淡的渐层 跟 我们的 这个图文字区块 是不一样 跟其他段落也没关系 这样子的编辑可以让你的 文书处理的时候 编辑的时候让你的段落更明显 这是所谓区域 不管在表格 或者是 很多不同的设定的时候 你都可以利用这个 方式来处理 页面 里面也有区块 我可不可以整页做一个区块 我们做一个 我们还是来做一个渐层 因为我们在区域里面 我们填 三次在浮水印的时候 我们教过 我们可以使用点阵图 那我们这次使用渐层 整张我们用一个 比方说比较 相晒一点的阳光的颜色 这是整个配局 跟这个段落又不一样 这是整张图都编辑 每一页都是这样 这是区域的调整 如果有时候你在 文书处理编辑的时候 需要把你的文章做一些 特色性的编辑 或者图出的设定 那你可以使善用区域 这个设定 对 谢谢观看